凤姐的这个就是病逝消息公布之后呢 就是只有好像只有圣安的时段 当时我们还做必胜嘛 那时候我放假 你播了一首《相思豪比小蚂蚁》 对 然后呢你在户外演出的时候也是唱凤姐的 因为她的这么多首歌当中 只有这首会唱 其实真的是 只有这首我比较会唱 当然她吉他的一些像 巧巧们你在不在 还有巧合 其实像这些 我觉得都是很多朋友会唱 就是朗朗上口的啦 但是相思豪比小蚂蚁 就像我之前有告诉你嘛 在我的心里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 因为它有唱到蚂蚁 然后我曾经有养过蚂蚁 我是很喜欢蚂蚁的一个人啦 所以当你心急的时候像蚂蚁一样 爬上心底 不是 我看到你的时候就会像蚂蚁 对啊 我这蚂蚁好蛮大的 而且是红蚂蚁 像蚂蚁这样 钻进很多听众的耳里跟心里 真的好痒喔 我自己抓好 我会帮你抓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 你今天真是要特别播 凤姐的相思豪比小蚁 对啊 现在就要播啦 就让我暖场一下 是是好 那稍后我会听到 凤姐的哪些歌呢 很多耶 就我不晓得你熟不熟 流水年华熟吧 朦朦的姐的 OK 那个会 然后爱要让她知道 爱不完的你熟吗 爱不完的你呀 爱不完的你 OK 不熟 所以你就要听啊 好啦 我听到几点啊 你的节目到几点 就是到午夜12点 OK 我听到12点 是哦 真的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 这么长哦 这么远啊 你的家 在这边 我是故意开慢一点 好像小蚂蚁这样慢慢的开 慢慢的让你的声音 钻进我的心窝里 开三十 好 开三十 在这边的寂寞夜里 它就算我是有意义 恨叫我好想你 我想要想你 确实痛苦也甜蜜 让那寂寞在我心间 过大条面积 别让那你忘年数短距离 所以我好愿意 让那小蚂蚁 像你 变成了圈圈爱 一样 趴在我心底 像是好比小蚂蚁 怕呀怕在我心底 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里 怕就算我是有意义 叫我好想你 好想要相思 确实痛苦也甜蜜 让那寂寞在我心间 过大条面积 别让那你忘年数短距离 别让那你忘年数短距离 所以我好愿意 让那小蚂蚁 让那小蚂蚁 变成了圈圈爱 还在我心底 有名的感觉真好 秋季啊 最爱频道 凤飞飞的歌声 陪我们一起走过了青春岁月 我希望做一个比较 让大家不失望的歌手 九七二在频道呈现 怀念凤飞飞特辑 追随彩虹 感谢你 一身 千年 思量 彩虹 三在 难以 托 直走 亲人朋友晚上好 我是碧玉 今天是2013年 1月3号 是许多凤鸣们 怀念凤飞飞的日子 适适满周年的今天 其实在台湾 今天上午呢 我也连线了凤友会的文文 她也提到了 出动了三百多位凤迷前往凤姐安息的宝塔寺 诵经 悼念 随行呢 一行人就聚集在大溪中正公园 展示长达15公尺长的巨幅海报 另外呢 走上街头发动连署 希望能够成立凤飞飞的纪念馆 为凤飞飞纪念馆请愿 大溪游局 其实也将推出台湾呢 独家的凤飞飞纪念金箔 就是这个负责人表示 长约十公分 宽约七公分呢 凤鸣呢 只要前往大溪老街的邮票 售票处呢 就可以购买到帽子革后 凤飞飞点藏的精美专册 今天一月三号 还有明天一月四号 晚间十一点钟 还有星期天晚上八点钟的 走过岁哥 我们也会为您播出 凤飞飞特集 欢迎收看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梦花前来的梦 小红 想问你可继续训练 每一场笑脸都可爱 每一次想听个热情 彩虹心里好感动 热情就是我的梦 这小红人飘风 一样的大红 这小红人飘风 彩虹心里好感动 小红 想问你可继续训练 明天没有梦 花前有梦 彩虹心里好感动 每一场笑脸都可爱 每一次想听个热情 彩虹心里好感动 热情就是我的梦 天下很飘风 天然的大海 真正的热情就是我的梦 就是我的梦 帽子歌后 凤飞飞逝世满一周年 其实呢 今天在台湾呢 有百多位的凤迷呢 穿着凤柳会的制服 他们非常忠实的歌迷 然后就跑到这个凤飞飞 纪念记者会的现场 一起来追思偶像的身影 还有歌声 那与凤飞飞长期合作的娱乐公司呢 在今天也现场宣布 要帮凤姐报名今年台湾金举奖 特别贡献奖 并且呢 在三月底会主办纪念公益音乐会 而今天下午的这场纪念记者会的主持人 就是黄子娇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碧玉会播出 在去年十月份呢 遇到这个凤姐的大西老家走了一趟 然后呢 经朋友的介绍呢 也认识了台北的凤迷 还有高雄的凤迷 他们会跟大家分享 他们对凤飞飞的爱 还有凤和飞离开大家的时候 这一年来 他们的这个怀念之情 那么第一位出现在现场的就是 书云 就是现场去看那凤姐的路的电视节目 然后就觉得这个人 他就是一种很 让人家很倾泻感 然后就是很容易去喜欢上场 没有距离感的一个人 虽然说他是巨星没有错 可是我们只要有看到他 我们就觉得起满意足了 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子 那有机会跟他握过手 或是跟他讲过话 讲话到什么 就会说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叫凌姐 不是叫凤姐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都叫凌姐 然后就是那时候凤姐也很亲切 你只要叫他 他都会回应你 那节目完了 他都会一一跟来宾握手什么的 握手的就是 因为有一些巨星就是巨星嘛 就是跟歌迷很 可是他不是 他是亲自到你面前来跟你握手 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又来一句感谢你 对对对对 所以说 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 他如何影响到属于你的生活 或是你做人的一些态度 我可能是想说 我自己的成长背景跟凤姐很像 就是也是十几岁就出来外出 然后加上自己本身又是有小麻病 所以我觉得说凤姐 她的精神是不去不挠的精神 也是都靠自己 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子的走过来 所以我就把凤姐当成是我的精神目标 这样子 对 所以当你觉得难过 所以你会听她一些歌来给你加油 对 就是给自己一些鼓励 那么你如果曾经说写过信给她 或是跟你说 跟她说您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过 就是默默在后面支持她了 好像 对 轻轻地笑和我游玩 往往的流水融着金山 哦 我问你 是默默在后面 是默默在后面 你声音要永远 跟我的誓言 多多的白云飘浪天 美丽的浪天多么遥远 啊 我问你是否通过暗面 你说我永远不会想去在一起 总让我两一别 好多梦的夜夜见面 这句黄儿声声音在我的心盘 小歌一听到 青窗也感觉 你不能忘记那边 对我的誓言 总让我两一别 好多梦的夜夜见面 这句黄儿声声音在我的心盘 小歌一听到 青窗也感觉 你不能忘记那边 对我的誓言 那时那个时候你知道这样子一个很突发的消息 你是如何去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实 因为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想到 那么他用 虽然说凤婷嫁到香港二十几年 那我们也断成二十几年 可是从来不曾忘过他 他在我心里还是很重要 只要他幸福快乐都OK 对 可是那一天突然来的情况 好 谢谢 好 辛苦 怎么可能会做 对 因为宣布当时的那个消息 我们前半年还跟他 他开那个台湾歌谣记者会 我们都有去参加 而且全场是我唯一握到凤婕的手 那当下我是既高兴又有点 因为这个消息应该是都没有人会知道的 我当时握到凤婕的手 他的手是冰凉的 那我当时我心里就自己 就觉得说 怎么凤婕的手是冰两个月之后 他就说 他就 在停 在停 对 然后就开机子 就用声音 用录音的声音 说他的声带永远不停 真的 我不骗你 我当下我就起床上天说 只用凤婕健康平安就好 我即使说演唱会不开不撑都没关系 我只要他平安就好 我宁愿直接送给他都没关系 我能够了解 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凤婕你有没有梦过他 凤婕生前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他 那我是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去看到凤婕 当天去看到他 当天我就梦到他 所以隔天我就满脑子都是凤婕的声音 就是从那时候是这样 我只要去看他录影什么 我回来就一定梦到他 然后就是凤婕往生之后 我都没有梦到他 然后我就跟凤婕讲说 凤婕你为什么你三次的时候都常常到我梦里 那为什么你现在已经当天死了 都从来没到我梦里来跟我说说话 然后隔了好久好久 我就是后来去包塔市看他 我就跟他讲说 凤婕你认识的梦里跟我讲话吗 因为我 我真的怕我跨不过这一关 因为你在我身边你是很重要 因为他带给我是一种正面的力量 可是家庭是不一样的 那感情是不能比的 幸好是当下有这些 这些你们 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我是可以说年轻到这个时候 我都是自己独来独往 从不跟这些凤婕有任何的什么什么 是迟到台湾歌谣认识了某一位 梦就是认识 对对对 买票认识 才经由他们认识那么多凤婕 所以发生这些事也感谢他们 都给我很大的安悦 如果你一样想他 要让他知道 花无白日好 爱花要挣扎 我与你唱祈祷 爱情不会有烦恼 我祝福你们俩 幸福安到老 如果你让爱留掉 对谁都不好 情的花枯萎了 过错你也难逃 我与你唱祈祷 爱情不会有烦恼 我祝福你们俩 幸福爱到老 我爱情不会有烦恼 我爱情不会有烦恼 我祝福你们俩 幸福爱到老 在碧玉的表圈的网站 Ellen就说了 其实刚才你播了一首 是否常怀念 当我在听到凤姐这首歌 我马上眼睛通红起来 眼角马上流下了眼泪 很舍不得 这是凤 凤飞飞的歌迷 在碧玉的表圈的这个 网站上留下 他们对凤飞飞的思念 其实在星期天八点钟 我会开放热线让大家点一首凤飞飞的歌 说说你们对他的思念 那今天我们播出的是台北的凤迷 因为在去年十月份呢 经星期的这个 就是间接的就是牵线 就认识了台北的凤友 还有高雄南部的 这些很热心的台湾朋友 然后呢我们 我记得是在下着雨的时候 到瑞兴也就是歌林唱片公司 见到了这群这么可爱的朋友 他们也帮助了很多 那我们也分享了对凤飞飞的思念 稍后要为你介绍一位超级的凤迷 因为每一首凤飞飞的歌都难不倒她 请你好好抱我 凤飞飞的歌声陪我们一起走过了青春岁月 我希望做一个比较 让大家不失望的歌手 永远怀念凤飞飞 感谢你 接下来出现在节目中的是 好喜欢凤飞飞的这位男歌迷 就是因为喜欢凤飞飞的关系 所以她名字叫小飞飞 就出发起想想说跟凤姐差一个字 那我是因为听她的歌 所以我就我就小嘛 从几岁开始接触凤姐的歌曲 六岁 六岁就接触凤姐的歌曲 那一首收音机播了什么歌曲 收音机我不记得 因为我家里有唱盘 对我是听她的黑胶 从爱让她知道那一张开始 那一张还有爱之歌也很好听 我曾经在电台里面在空中唱爱之歌 给凤姐听凤姐已经忘记这首歌了 这是我要唱第一首歌 歌中许数和你小时候 在一片美丽的青草地 我的手牵着你的手 哇哦 这首歌真的 我也是有这张黑胶唱片 经过三十八年 所以听过别人唱的版本 但凤姐的转音是她最大的特色 所以你爱凤姐的原因是什么 我爱凤姐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很自然 然后唱歌又深情 不做作 就随时听都会有那种感动 那现在引起鸡皮疙瘩 这是我要唱第一首歌 歌中许数和你小时候 在一片美丽的青草地 在一片美丽的青草地 我几生都牵着你的手 忽然有一阵风和雨 造成我两阵风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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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美丽的青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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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一次看了之后是不是 没想到居然 我虽然远远的看到凤姐 她巨星的风采 已经把我迷住了 OK 你是爱她的自然 爱她的洒脱 爱她的歌曲 爱她的歌曲的处理部分 你说她的歌曲的 最大特点是什么 像我觉得我太爱她唱转音 转音 是 尤其是因为福建歌 那因为我懂福建歌 那凤姐在福建歌方面 在台湾这一部分 目前应该在感情部分 转音部分 没有人能胜过她 那因为那个程度上面 是蛮难达到 不是超越 是蛮难达到的 所以你曾经为凤姐 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喜欢听凤姐的歌 变成习惯 参加比赛唱凤姐的歌 应该也算 然后为了喜欢唱 拿凤姐的歌 请专业的音乐老师 对 拿凤姐的歌 请专业的老师 帮我编卡 自己花钱去做音乐来唱 所以那天我同事唱的 相思豪比角蚁 也是帮我做的 对 那是用原版公司出的 我去做生姜Key 就这样子 所以你家里总共有多少 虽然说九多年 才加入喜欢凤姐的行列 但是你有没有再挖出 她以前出过的唱片 然后做一个整合的收集 有重复的啦 应该有差不多三百张吧 这样有那个唱机 有重复 我有唱机可以听 因为我个人爱唱歌 所以我比较专业的地方 就是唱歌 对 歌曲部分 那因为对于凤姐 不管她后期或是前期的歌 那我是越听越少 那甚至因为有一段时间 跟一个朋友 算是业余的去做电台节目 然后从凤姐的第一张专辑 开始做功课 就从海山那个 第一张 你怎么做功课 就每一张每一首歌的 对 就是从黑教把它转成CD 那音乐的部分是我负责 文字稿的部分 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负责 所以如果说现在你是个DJ 要你用一个很简短 空腔有力的文字 来形容这个艺人 你会怎么讲 你怎么形容凤姐 我引用别人曾经说过的 城隍庙 鱼丸汤 凤飞飞 台湾的代表 尔远又响起 尔远又响起 流云里难在地狱 想着你 要念着你 往事又浮现原地 上面 saふ 调不会 尬不清 严谋 也都看不清 淚儿蜜蒙在眼里 仿佛又 看见你 那还想的眼清 像谷中时一片冷清晴 我的心却充满热情 尽管是你离我远去 我依然想念你怀念你 一片白云刺留在山顶 就像我忠敬的年轻 但愿有天你会到这里 谈谈往日的旧游定 耳边又响起 流云你来在地狱 想着你又念着你 往事又浮现眼底 山路看不清 流云你梦在眼底 仿佛又看见你 你那含笑的眼睛 像谷中时一片冷清晴 我的心却充满热情 尽管是你离我远去 我依然想念你怀念你 一片白云刺留在山顶 就像我纯情的年轻 再愿有天你会到这里 看他往日的旧游定 听到他病逝的时候 你记得你在哪里 我觉得你说接受这个事实 我到现在还不接受 我到目前我还觉得这是假的 很多歌迷都讲说 因为凤姐的本名叫林秋兰嘛 那凤飞飞已经可能走了 但是林秋兰还在 对 那我觉得其实应该反过来讲 可能林秋兰已经走了 凤飞飞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 可能觉得不愿意去这样面对吧 其实还是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小飞飞如果说要你 选一首凤姐的歌 你会选哪一首 我知道你爱她的爱 爱得不得了 爱不完的你 谁会流到尽头 那阵风也会停息 我却有个永远 爱不完的你 谁会流到尽头 那阵风也会停息 我却有个永远 爱不完的你 那么深度情感 加上那么浓浓的意义 还有谁能比你 可情又可惜 爱不完的你呀 爱不完的你 爱不完的你 怎么来形容 我怎么样来比 爱不完的你 咦 不认识 那天天天夜 也不尽一滴 高梦 那日月星辰伴着永恒的大地 在我心里有颗爱不完的你 谁会流到尽头 那阵风也会停息 我却有个永远 爱不完的你 那幻生的情感 加上那么浓的意义 还有谁能比你 可奇又可惜 爱不完的你 不是那么一点点 也不是一滴滴 好小的月星辰伴着永恒的大地 在我心里有颗爱不完的你 在我心里有颗爱不完的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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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好喜欢这首歌 也很想对凤姐说 我们真的是爱不完的你 对你的思念不会停歇 其实一年来呢 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海内外的凤迷 对凤姐的思念 从来没有停歇过 那今天在台湾 有很多的一些纪念活动 包括呢 凤飞飞纪念记者会 他们现场播放了 凤姐在2010年2月27号 最后一场演唱会的影像 那现场的歌迷 当然是很感动 很难过 然后也红了眼眶 大家还唱这一首 凤姐最好听的歌 就是每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安过去 祝你幸福这首歌曲 全场歌迷一起合着唱 场面是非常的温馨感人 那凤飞飞她最疼爱的独子 就是特别由英国岳阳 就是说出了这段内心的感谢 她说感谢大家 除了表示对母亲的思念之外呢 凤飞飞的孩子也谢谢歌迷 对妈妈凤飞飞数十年如一日的 这么的支持 并且直到今天 仍然是热情不卷的 而长期跟凤姐合作的 娱乐公司总经理 她在今天也当场宣布 会尽力的帮凤姐 报名今年第24届 金举奖的特别贡献奖 并且呢 将在取得凤飞飞的家属的授选之后 在今年的三月底 会主办凤姐追思音乐会 那盈余呢 将会全数捐为凤飞飞生前 最重视的儿童慈善公益基金 那么据说 三月底的音乐会的嘉宾呢 其中哈林 也参与演出 同时他们也会邀请 费玉清 苏拉绿的主唱 清风等人 也会出席在三月底的这场 凤飞飞的音乐会 秋天夜会黄 冬天夜会落 任时光无情 相信在你我心中 凤飞飞三个字 将永远鲜活在大家心里 直到永远 感谢你 永远怀念凤飞飞 追随彩虹 追随彩虹 追随 凤飞飞的歌迷朋友们 对凤姐的爱是不会停歇的 包括呢 凤游会的前会长 丽心姐 今天他们用 默默思念 默默想念的凤飞飞的 一种方式呢 来缅怀永远的帽子歌后 包括新马歌迷也是一样 包括碧玉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是 就是在凤姐 现在是这个 就是凤姐 安错在那个地方 那个宝塔时 我们请师父带领我们 就是诵经 然后为凤姐祈福 对 然后大概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们也是 借这个机会 就是看 就是参加的凤游 在校也有一个 一个就是 大家一块追思 跟联谊的一个活动 主要是为凤姐祈福 对 所以您担任这个会长多久 这个凤游会的成立是在 有二十年 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将近三年 对 凤姐跟你们聚会的时间多吗 因为我知道她也很忙 凤姐以前 她在台湾 时间多的时候 比较有 她嫁到香港以后 比较少 尤其是后面的时候 因为她家里面输 就是要照顾小孩 比较少回来的时候 就比较少 所以她就会变成 尤其她又开演唱会的话 大部分我们如果说 可以跟凤姐相聚的 只要我们去新加坡 我们一定是去送情 那是唯一就是可以最借鉴她 那她也愿意的 也很乐意跟大家就在那个时间里面 有个小小的一个就是接触一下 对 他会尽量的去记住每一位凤女们的名字 要这么说 名字她可能不是她有办法 但是她看了脸 她知道这个是她的凤女 对 对 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她每一场演出 丽星姐都不会错 因为身为会长 你责任也是蛮 责任也蛮大 因为这个我们的凤女 非常地自发性很好 对 也很自律 像您刚刚说的 对 所以说根本只能是说 我们只是说 帮凤姐就是把大家给集合了 然后反正在带洞上面的话 大家又非常配合 对 最年轻跟最年长 我们最年长的那个阿嬷 今年103岁了 对 现在还蛮健 我们在上 在上一次在我们台湾 在联合报友 在办的那个纪念展 我们还看到那个阿嬷 对 我觉得她还蛮健康 而且我们也不太感到 阿嬷知道这件事情 对 那我们最小的那 最小的是当初是 应该是说 她是演唱会宝宝 今年大概也已经 要上幼稚园了吧 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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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爱我 我想要对你说 你是否也配爱着我 我要你告诉我 不奈何 你也想我 在梦里 就敢说说 来爱我 来爱我 爱爱我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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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也不敢说 只好 阿嬷 爱唱在心窝 谁知道更寂寞 不奈何 你也想我 在梦里 依旧 敢说 我 寂寞 我 寂寞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对凤姐的印象 我们对凤姐之间的那种的 感觉上 她就是像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家人 就是一个姐姐 因为她有很多的 很多她本身的一个 一个自律 或者她的那个敬业 还有她的孝顺 都是为了我们 都是亲眼看 而且跟着在 我跟在她身边这么多年 也看了很多 所以 会让你觉得说 她是一个非常 要求自己的人 对 所以变成是说 你在跟她共事的时候 同样的 她也是 也是一样 是很要求 很要求 对 她是非常 但是她对歌友的话 她就是 一直以来 她就是 一直都会把她放在心上 这是让我觉得 这样说 会觉得说 今天你 跟着这样子的 就说 就算她是艺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说 她在她身上 我们有学到了一些 她做人做事的方式 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们今天跟她一块共事 我如果说 讲一句话 讲得不得体 她会在旁边提醒你 告诉你说 这个话 要这样子讲 对 那如果是做事的时候 就是做事 她真的是要求很严格 就是 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就是演唱会部分 还是 不是 不是 都各方面 她的工作上面 她对 做节目也好 做唱片也好 演唱会更不用讲 她就是一丝不苟的一个人 对 她有发过脾气吗 发过 怎么办 凤姐发脾气 但是她发脾气的时候 大半就是生气 她就不讲话 就是会 她会觉得说 她会这样 只是这样说 但是她 不会说 直接的这样骂你 她等于就只是说 你看得出来 她现在心情不好 对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过了以后 就还好 因为她 她通常来讲 她平常在家的话 她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对 所以她向来在家里头的时候 她就是 有时候 就像她家里面认为 是讲说 今天你都不知道 说她到底一个人 在房间里面 在做什么事情 因为她就是 自己做 她看书 或者她缝制自己的衣服 因为她以前 有一些的东西 很多东西 她会在上面 对 她会在上面 比如说 她觉得这边需要添加什么 她可能自己 有办法 就自己去 去弄 什么之类的 或者收拾东西 虽然她 可能在烧菜上面不行 可是她打理家务 非常难干 你有吃过她自己烧的菜 没有 但是她 她真的是一个 很会整理家务的 对 而且她是 就算是家里面 她请能用 她还是 还是亲力亲为 所以在我们最感 最觉得 钦佩她的 就是说 她不会忘记 她曾经受的 受过的这些苦 对 然后她在她 其实事实上 她已经得到 她 得到了 得到以后 她也不会说 因为今天 我已经走到 这个地步了 我会 我好像会 就感觉上 我跟人家不一样 月梦朗龙 鸟梦朗 鸟火照夜空 山梦朗 哦 树朦朦朧 秋冲在泥笼 花朦朧 夜朦朧 晚风可怜了 灯朦朧 花人朦朧 但愿她如梦 花朦朧 夜朦朧 晚风可怜了 灯朦朧 花人朦朧 但愿她如梦 我有一颗红灯 带着相思记得 远复晚风吹去 啊 吹给黑人寻透 哦 我有一颗红灯 伯末 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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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颗红灯 一环柳 此情一人之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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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上 在我的心 相问白云和日再相逢 重温往日秋梦 你可明白我的心灵 忘不了忘不了你 若花流水啊苗露 何日怎还能相逢 你可明白我的心灵 忘不了忘不了你 若花流水摇摇 何日再能相逢 谢谢 秋天夜会黄 冬天夜会落 任时光无情 相信在你我心中 凤飞飞三个字 将永远鲜活在大家心里 永远怀念凤飞飞 何再能相逢 在B的fanpage呢 看到我们新加坡的 亲友们的留言 大家都说好快 一年过去了 每次听到凤姐的歌 就不禁想起 没有办法相信 她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 凤飞飞 一位永远的巨星 谢谢 晚上11点46分 接下来呢 为您播出的是 在去年十月份 到台北走了一趟 然后在瑞兴 也就是哥林唱片公司 当时还下着雨 就看到了好多凤友们 然后这位朋友 邵卿 他本来呢 说哎呀不接受访问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真诚的人 然后 我很想跟他说话 然后呢我就说 他说哎呦不好意思了 我只是喜欢听凤姐的歌 我不会表达 但是我聊到讲说 邵卿你帮我一个 不然我们到外面去录好了 就谈谈你对凤姐的爱 跟对凤姐的思念 那刚好我们就站在路边 刚好是下着雨 所以这个访问播出去的时候 你还可以听到 稍微的一些韵声 然后我就问少青 哎当你看到下雨天的时候 你会想起什么 那很多人说 看到下雨天的时候 或是秋天的时候 因为刚好十月份 是台北的秋天 就会想起凤姐的温暖的秋天啊 凤姐的秋叶飘落时 下雨的时候 会想到他的雨的旋律 或者是半山飘雨 半山情 我真正追凤姐 应该是在八十八十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说 原来这原来他的歌是有 有时候你心情不好或怎么样 你就是可以听他的歌啊 或怎么样 有时候会装扮成 他那个洒脱的个性 那个那个造型 很像你的个性 也是很洒脱的哦 对啊穿裤装 原来原来你身穿裤装 可以这么的 舒服 对对对 不一定要长发披肩之类的嘛 对不对 对就是因为他的穿装还有加上这边的综装 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 做你自己 对 所以会觉得说啊 原来这个 因为他跟别的歌星不一样 没有那种距离感 然后就是后面就认定说你是 确实是真的很喜欢 喜欢 喜欢凤姐 你喜欢到他什么样的程度 或是为他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情 只是认为说 用我本来喜欢凤姐的那一颗心 不管这几年是怎么走下来 就是保持那一个最单纯的一颗心而已 是喜欢他 对我不认为说一定要去做什么 所谓多疯狂的事情或怎么样 有时候你 你有那个机眼 或是说有很多灵灵总统的因素 你不方便去追 那你也可以是说啊 远远的看啊 可能是每个人对这个追随场的定义不一样 我也是属于那种默默支持他 只要我知道他开心 他唱得好 他知道的 他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祝福他这样子的感觉 你应该也是啦 因为我就是说在演唱会现场一样就是 我永远都是拿那两只荧光棒的 他也看到你了 因为我也最会摇那两只荧光棒而已 我相信他也看到你了 是啊 因为这个都是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加油 那我是觉得说你就是用尽你全身的力气 就是呐喊 然后就是觉得说这样子来讲的话是 本来是很爽的啊 好啦 但是就会觉得说你 你是 我们是够诚意的 所以我是觉得 你说唱歌 真的凤姐的歌我不会唱啦 真的因为本身舞异不全 这也真的唱得不好 那你说 像这种加油打气的 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我的另外一种状态 你叫个曲子不容易耶 你还可以带动耶 对不对 因为本身也喜欢玩啦 人来风啊 喜欢玩 所以就觉得 反正要玩大家一起玩啦 那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好的 所以我们就从2003一路玩起来 说到这个事也蛮感伤 因为他有讲要跟我们共度白手 对 那时候流水年华那个 对 所以我们现在白头好都长出来 哈哈哈哈 他永远都以我们同 白手的那个人 有时候蛮那个 对啊 因为他过世以后 我也 我也哭了 大概有三个月 梦漫漫的街灯 静静躺在小雨中 往事又略过我心痛 有几点 有几里边的时候 静静握住我的双手 轻轻一举多珍重 年轻轻轻一举备一举多珍重 年华似水柳 转眼又是春风柳 层层的相思也有用 他相逢 寒暮更浓 千军早晚摇花中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 最小微看路上继练匆匆 朦朧的街灯努力在小雨中 远处传来拥有你歌声 聚聚在我心田 年华似水流 转眼又是春风柔 沉沉的相思也有佣 他相逢 寒暮更浓 千军早晚摇花中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 优优独播剧召集ת 年华似水柳 转眼又是春风柔 层层的相思也有佣 他江湖南的龙 见君早晚阳暴冲 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 今宵未寒 伤心人匆匆 朦朦的街道鼓励在小雨中 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 聚集的我心田 年华似水柳 转眼又是春风柔 层层的相思也有佣 他相逢 还不可能 全君早晚阳暴冲 期待他日再相逢 我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 我也有跟他讲过 因为我是他的干部之一 我是对破明慧的那个总管之一 你说讲话是有 握手倒还好啦 我跟公主讲话都是 大部分是公事啦 私事比较少 他是一个很要求的人 而且他走路很快 你追不上吗 吃饭也很快 我没办法把一直都喜欢你或者爱你 一直都是挂在嘴上的 但是从心中说到他应该知道了 因为他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我有那种近偶像情怯的那种 越喜欢越害怕的 对啊 因为有时候有 曾经有几次跟凤姐有机会一起喝咖啡 真的吗 然后就是那个 你会慌到那个杯盘狼藉 然后咖啡不知道要怎么喝 然后把自己见得满身都是 可是你要跟他笑死啊 他知道 他知道我见到他都会很紧张 他是一个满 满会站在别人的立场 把人家设想的人 是一个很很贴心的 很贴心的人 你说三个月 你是处于那种非常难过的事 到现在依然是 依然是 那我问了很多凤鸣 他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已经走了 我们都想把他说他在香港 你也是不是这样想了 我是也想努力是这么想啊 可是我有时候也会逼着自己去面对这个现实 因为像我最近也在整理他的一些资料 也在整理他的一些资料 我也不想去承认 可是有时候你也不得不 就好像说我搬了一个人行李牌放在我家 然后我每天 就跟那个 讲话吗 对 我就上班啦 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私底下都叫到凤老大 我就说 哎 老大上班去了 然后下班回来 就跟老大说 老大我下班回来了 或者是说有时候你去买什么吃的 你就会 你就会对着人行李牌 就是有点 一无伦次这样子 选一首奉姐的歌 其实老实讲我最喜欢是奉姐做个快乐歌手 那时候2003年要开唱的时候 我就 我就 我就跟他点了这首歌啦 你点了哦 他为你而唱哦 这样子 也不是 因为我就 就我是 我是认为说 你就是要用一种快乐的歌手 这种心情出来开演唱会 然后这样子一路走下来 你不要把它造成是一种负担 工作 跟压力 或者他只是在工作 他也可以是一种乐趣 所以我希望 他2003付出要 就是 歌曲目的编盘的时候 我是用这种心情跟他讲的 我希望就是说 他一路走来就是 一直都做个快乐的歌手就好 然后我们也永远要做个快乐的歌 我一直都很感动说 这首歌 我觉得他从优优演唱会到现在 没有漏掉 没有缺习过 对 没有缺习过 对 没有缺习过 带着你祝福的照片 我离开家 怕黑暑暑地鼓励我 虽然在前方海里 也不会寂寞 看到你的笑容 我会努力高歌 唱也唱 在实现我的梦想 我会努力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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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努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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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现我的梦想 冯卫飞做歌快乐的歌手 记得在她的网站上 她曾经写过这段话 我这一生 过得快乐 过得精彩 感谢陪着我一起走过 这段精彩岁月的彩虹姐妹兄弟们 没来得及唱的歌 下辈子再唱给你们听 秋天夜会黄 冬天夜会落 任时光无情 相信在你我心中 凤飞飞三个字 将永远鲜活在大家心里 直到永远 感谢你 永远怀念凤飞飞 你不用说的那么明白 我知道那是爱 因为我已看到 你眼中那天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今天晚间十一点到五月十二点一个小时的 纪念凤飞飞的特辑 明天晚上十一点钟 还会安排 南部听众 台湾南部听众 对凤飞飞的思念 同时也会安排多首 凤飞飞的经典好歌 祝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 明天晚上十一点点 明天晚上十一点钟 我们再会了 小小的船 怎么把你带起来 在短短的梦 转眼把你我分开 你也许觉得有无奈 你也许觉得有无奈 我知道那是爱 因为我已发挤 你心里那颗期待 他俩是な 给大家